行动管制令实施前一天 市场空荡荡 看不到满满人潮 比起之前第一次第二次影响没有什么大 因为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像之前的MCO前一天 就很多人冲涌去那些超市 巴萨那些买东西 这次就没有这种现象 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马来西亚最近疫情反弹 7号通报4498例确诊 比前一天增加将近1000例 创下2月以来新高 疫情主要来自雪兰娥和首都吉隆坡 两地确诊占了将近一半 因此雪兰娥6个行政区 6号实施行动管制令 吉隆坡则7号开始直到5月20号 包括用餐限制 社交活动和商场营业时间都加以限缩 可是两地相邻实施时间却不一样 规定也不同 不少民众一头雾水 我们都很混乱 我们真的不知道 每天有人告诉你 两地一样的是学校统统关闭 因为上周出现80起群聚感染 行动管制令下民众不能跨州移动 减少国内病毒传播 同时防堵境外移入 马国也宣布禁止来自尼泊尔 斯利兰卡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民众入境 大家先玩综合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